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股君,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节目,在节目开始前,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谢谢大家。 人类探索太空宇宙的壮志一直就有,在它的激发之下,美国人率先登上了月球,好友继续探索了火星。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老首次发射维京一号轨道探测器,对火星进行了初次探索。 截至现在,老美总共探索了火星几十次,在那上面发现了很多无比神奇的物体。 对于现在的火星还是有很多疑点值得人们去探测的,很多人也都猜测火星和地球的环境是不是一样的,人类能够在火星当中生存吗? 伴随着现在探测仪器的不断升级,科学家们对于火星的环境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们发现,火星中的环境和我们地球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也不适合探紧生命去生存。 那在火星当中,有没有非探紧生命存在呢? 火星是距离地球第二星的行星,最近时距离我们仅有不到5000万公里。 这在以光年作为基本单位的太阳系来说,可谓是咫尺之遥。 然而,以目前人类的太空技术,发送无人探测车到火星上,需要长达228天。 这足以可见,地球人的太空探索之路相当漫长。 尽管如此,几十年以来,人类对于火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除了大致清楚其基本的结构组成以及环境外,还在上面发现了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 曾经,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了一艘名叫洞察号的火星车。 在火星表面位于北半球的山谷边上,无意中拍摄到了一幅令人唐木结舌的照片。 从图像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只长有四只头部和躯干的人形生物,手里貌似还哪有什么东西。 一开始,NASA的天文专家们还以为是自然分化后的怪状石头,可当他们调节焦距,拉近距离,放大仔细看时,居然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怪石分明是一个科幻片中的机甲战士,这东西长得不像地球人五官怪怪的,身上明显穿有一件铠甲,更要命的是,手中还拿着一个像枪又像炮一样的东西。 毫无疑问,在NASA的天文专家们眼里,这个东西的确不大可能是所谓的火星上大自然吹成的石块,至少它有着清晰且层次分明的外形特征。 这个机甲战士手里拿着的那个有点泛白的圆状型物体,像极了一个充满着高科技的武器。 从拍摄的角度上来看,这机甲战士手握武器的姿势,像是要随时准备战斗一样。 至于火星上为何突然被探测器发现一个机甲战士,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些天文爱好者称,这应该就是火星内部家园的士兵,火星人其实一直生活在球体里边,因此会有这样的机甲战士在各个进出口把守。 而有些专家则直言,这个机甲战士应该是其他星球的外星人,前来探测火星时被无意中给捕捉到了而已。 之后,美国航天局也去往火星进行一定的探索,并且发现了很多疑似生物体的东西。 其中,在一组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躺在岩石底下成凉的螃蟹。 这个螃蟹形状和我们地球的螃蟹相比,还是有点不一样。 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物体就是一种截肢动物。 发现的第二种生物体就是来自于火星的黑老鼠。 和我们地球上的老鼠相比,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在火星当中还有一种类似于地球上的壁虎生物,壁虎它的食物是蚊子,还有小飞蛾。 因此在火星当中,难道还有和我们地球相似的生物链吗? 之前,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也在火星当中连续发现了火星勺子。 这种类似于碟状的盘子,也让很多的网友纷纷猜测。 这难道是火星人聚完餐之后留下的餐具? 而在之前NASA发布的照片当中,很多网友也发现了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类后脑骨骼的成股。 这也导致,外星人是否存在的话题又再一次掀起了一阵狂潮。 火星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神秘星球。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便用肉眼观测出了它的运行轨迹,称其为营火灾星。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率先发射了一颗名叫维军一号的轨道探测器,初次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人们在那上边发现了诸多奇特物体。 曾经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了一艘人叫永气号的火星探测车。 无意中在位于火星赤道附近的一处荒芜沙石滩上面,拍摄到了一张无比奇异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有一层浅浅的蓝色粉末出现在一块大型黏石头的上面。 从整个图像看上去,这一层蓝粉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上, 均跟周遭的土石环境压根不一致,简直就是天外之物。 随后,NASA的天文专家们对土石上的这层浅浅蓝粉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令人胆寒的结论。 一开始,很多天文爱好者们认为这些蓝粉末是火星上某种其实的石粉, 但专家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其他高智慧生物。 前来火星探索,而留下来的用于探测的试迹。 而在2018年下半年,由美国航天局火星探测器传回的照片当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火星上出现的这些奇怪地形, 以及大裂缝,在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奇怪的地形当中竟然有一些不明物体。 看清楚之后,这些更像是一些报废的垃圾。 这也不仅让一些网友纷纷猜测,难道在火星上还有生命存在吗? 因为很多人都相信火星曾经就是一颗生命的星球。 曾经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到火星表面上的一艘名叫金玉浩的火星探测车, 无意中在位于火星赤道附近的一处大沙漠上拍摄到了一张非常诡异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一个神似挑夫的不明物体正在沙丘上行走。 随后NASA的天文专家们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将图像上的这个疑似挑夫的不明物体放大数十倍后, 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和分析, 发现他居然挑着两个像结了箱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奇异的发现立马在全球的天文学界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大家议论纷纷。 对此天文专家们直言, 这个不明物体实在是难以言语。 在专家们看来, 若硬要说它是挑夫, 在萌萌沙漠上, 它挑着箱子要去哪里呢? 不过这物体在色泽以及形态上, 均跟沙漠上的沙子以及石子相差甚远, 也不会是沙石一类的自然物体。 人类探索太空宇宙的欲望自古已有, 在好奇心驱动下使得美国人登上了月球, 然后继续探索了火星。 上世纪70年代, 美国人首次发射了维京一号太空船开始, 到现在为止半个世纪的火星探索, 在那儿发现了超多神奇的物体。 曾经, 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到火星表面上的一艘, 名叫洞察号的火星探测车, 无意中在位于火星北半球一带的一处荒野大岩石滩上, 拍摄到了一张无比神秘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 疑似有一个苦行僧正往岩壁斜坡至上走着。 随后, NASA的天文专家们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将图像上的这名相似苦行僧的不明物体, 放大很多背后, 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和分析, 发现他背上居然背着一个包, 同时左手还提着一把刀子。 这个发现十分重大。 立马引发了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广泛探讨, 对此天文专家直言, 这名苦行僧有着如人一般的外观, 其次他正在外部朝岩壁的斜坡上往上方走, 却没有掉下倒在地上, 说明是活的东西。 天文专家虽然不能立马确认这物体倒是是啥, 但否定了他可能是火星上的风化石头的说法。 不过科学家们面对网友的猜测, 也都纷纷做出了回应, 他们认为在火星能够存在生命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所谓的一些火星生物体, 其就是人们探照于生活当中所看到的东西, 一言出来的, 对于火星到底有没有生命, 这也需要科学家们还有航天人员进一步探究, 才能够清楚了解到, 你们认为在火星上真的有外星生命存在吗?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观点, 和小编一起参与讨论吧! 感谢观看